前楼长粪 于前楼是南北朝时南齐人 自子珍 他被派到禅陵当县令 刚当上县令很是欣喜 可是刀刃还不到十天 忽然就觉得心头好事被小鹿撞了一般 咚咚直跳 而且额头上的汗珠疏疏往下流 俗话说父子连心 前楼心想一定是家里有不祥之事 便要辞官回家 衙门里的人听说后 觉得辞掉官职很可惜 便说你要是不放心 就先派个衙役回家看看 要不然直接把家人接到这里 但是前楼想到家中年迈的老父亲 行走不便就谢绝了众人的好意 马上启程 路上他不敢耽误片刻功夫 夜以继日的赶路 终于赶到家 果不其然父亲真的生病了 身患立即已经两天 卧床不起 他看到卧床的老父亲说 是我没有照顾好您 这都是我的责任呀 然后前楼不顾路途的疲劳 立即去找最好的医生 来为父亲诊断病情 医生告诉前楼说 如果你想要知道病情是否严重 就要去尝尝他的分辨味道如何 到底是苦还是甜 如果是苦的就很容易医治 如果是甜的就不好了 在场的家谱都觉得这样做很为难 可是前楼听说后 想都不想便去尝了 当场的人都深深的被前楼的孝心感动了 有的还在一旁轻轻抽气着 前楼感到一丝甜味 这说明父亲的病很严重 忧心如焚 他更加尽力的示范父亲 白天亲自服侍 到了晚上就向着北斗七星 磕头祈求 希望能以他自己的身体代替父亲承担病情 希望以他的生命来换取父亲的存活 每天如此 迫切地向上天祷告 头都可怕了 但是父亲的病仍然很严重 过了不久就去世了 前楼在受伤期间非常哀痛 进到了为人子女的守孝商里 他几乎无法承担父亲去世的打击 身体非常虚弱 可见他尚轻悲痛之深 更重要的是 他为了能赶快回家看父亲 可以放弃官职 完全抛弃名利 一点都不留恋 这是一般人无法做到的 古时候医疗技术不发达 任何化验的工作都要亲自去做 现在我们可以建用高科技来化验 不用那样做了 但是父母对于我们恩重如山 我们欲报之情 欲报之恩 是永远没有办法报警的 孝是天之经 地之义 人之行 德之机 这个呀 又是一个孝子 那么 前楼呢 他怎么表达他的孝呢 一个 是在做官期间呀 刚刚上任不到十天 忽然 心头好似被小鹿撞了一半 咚咚就跳 额头上的汗珠 疏疏往下流 这是说明什么呢 说明他呀 平时对自己的父亲就很关心 惦记着父亲 所以呢 才能做到父子联系呀 如果啊 平时他不惦记 那恐怕呀 也不容易感同呀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 另外呢 他为了回家 照顾父亲 即使还没有得到啊 确切的消息 他就辞官不干了 去照顾父亲 这是第二个表现 第三个呢 医生建议尝一尝这个病人的史 如果是苦的 就能够继续医治 如果是甜的呢 就治不了了 那么这条 作为儿子呢 立即做了 没有条件 第三条呢 就说 他尝到这个 父亲这个史呢 是甜味 他知道啊 父亲这个病 危险了 医生都没有办法了 那么怎么办呢 就用当时呀 人们流传的办法 向北斗七星 磕头祈求 向天祈求 让父亲啊 病好啊 让用自己的身体 代替父亲 这是第四条 这个笑的表现 那么 虽然用种种办法 受伤期间呀 非常的 哀痛 敬到了 为子 为人子女的 守孝 杀礼了 都是当时的 这种 上礼 应该 当时的习俗 当时的习俗 用种种行为 表现呀 他对父亲的 这个笑 没有条件 啊 啊 官可以不做 啊 利可以不要 父亲 为了父亲治病啊 尝他的事 也可以做到 很容易啊 没有 谈条件 向老天 祈求 啊 也做到了 守目 也做到了 啊 这个呀 就是真笑了 为了 父亲 力所能及 能做什么 都做到了 啊 这就是笑 这就是养德 我们要知道 真正 在天地之间呀 能立足 你必须有德 这个德 要从心笑开始 有了笑 德就有了 德就培养了 啊 由此再扩大 慢慢的 使自己的德 厚实起来 你回头想 啊 我们 什么官呀 啊 明呀 利呀 其实 自自然然呀 都不会缺少的 啊 反回头来说 我们 不行笑 不努力 真心行笑 啊 不养德 啊 看起来 好像现在 是在做官 好像 在 盈利 其实呢 这是 受本足没了 啊 受本足没了 因为 德 才是 名利 的根本呀 所以从这里 我们就知道了 古人 是真 懂得 根本的 明白人呀 我们现在人呢 反而呀 是个 糊涂蛋 啊 以为 把住了 啊 现在的 企业 啊 把住了 现在的官位 守住了 现在的 钱财 啊 不顾 父母 不顾 父母的 死活了 不管人家了 能凑合就 凑合 啊 不管 家人了 啊 能把 父母 甩给别人 就甩给别人了 实际呢 这是做了大大 损得的事情呀 福报 减少啊 你想想 你地下的福 薄了 少了 你表现出来的这些 名呀 利呀 官呀 权呀 到一定程度 他就没有源泉了 没有来源了 到一定程度呢 就接不上茬了 你想想 那不是舍本竹墨吗 古人呢 啊 这些身外之物 可以随时抛下 但是这个根本呢 一刻 都不放下 啊 时时刻刻 都放在 孝顺父母 放在养德上 实际上呢 把根本抓住了 有了根本 你还怕后面吗 啊 还怕没钱吗 没关吗 啊 没利吗 都会有的 所以我们现在学习啊 啊 这些故事 像古人学习 我们 也要学习啊 对父母 要孝顺 啊 对父母 孝顺了 父母 照顾了 父母 得到了 啊 啊 欢喜了 开心了 实质上 我们的德 也开始培育起来了 啊 这是本 啊 我们 我们活在天地之间 孝顺 这是本啊 只有孝顺 我们才能够真正啊 活在天地间 才能活在天地间 活得好 如果我们不孝顺 啊 不做养德的事 慢慢的德越来越少 你在人间活的呢 活的状况不好 甚至慢慢的呢 连福德呀 再减少 我们在 人间呀 都有可能 待不住了 啊 这个福德 少到什么程度呢 少到连人都做不成了 啊 很可能呀 还得堕落 做动物 堕落到鬼道 堕落到地狱去 从这儿我们就知道了 这些古人 做到的这些事呢 那真是 聪明人做的事 啊 做的是正事 合乎天地道理的事 啊 这个呀 我们要懂得它的原理 啊 明白它的意义 我们孝顺了父母 然后呢 老无老 以及人之老 幼无幼 以及人之幼 慢慢的从自己之理 把自己的德行 培养起来了 逐渐地 把家庭支离好 啊 照顾好 逐渐地呢 在库尔大支 照顾呀 我们这个社会上 有需要的人 啊 服务大众 实际上 就是开发自己心地的德能 以大悲 浇灌众生 满足众生需要 解决众生痛苦 实际上 就是成就自己的菩提 这种菩提